如果真的很痛心 媽媽離開時 特別是當她離開時 在醫院病床時 家人離開是很痛的事情 如果是肉體上的痛 就是在04年被肩膀打劫 那一刻真的痛得很厲害 因為肩膀打得頭骨裂開了 所以那個痛是甚麼呢 就是痛到不知痛 這首歌的由來 就是我有一次在一個晚飯的飯宴上 遇到謝文雅 即是一個香港的創作女歌手 因為我們之前也合作過一次 就是在我的詩歌唱片裏面 她也寫過一首歌給我 當時我已經覺得她寫歌挺好 剛巧我那時又收歌 我就問她 最近有沒有寫好東西 她就說 好 我嘗試寫一個demo給你聽 然後隔了大概一個星期 她就給我一個demo 然後我還沒聽的時候 我看見歌名的時候 因為她已經有曲和詞 一看歌名的時候 咦 是不是這樣的痛過 人才算真正的成長過 很明顯就是 好像我之前的首歌 我問她 我說 你是真的刻意寫給我的 她說是呀 因為她想向我這首舊歌致敬 因為她很小的時候聽我這首歌 請了舒文做監製的時候 舒文就說 其實是否真的要用一個這麼長光明的歌呢 會不會寫的時候很不方便 會不會人家燈出來的時候不方便 然後她就說會不會考慮改了名叫做全程哭呢 因為她首歌是說很多眼淚 很多痛 就是經歷很多這些東西 在我和鄭文雅都極力 希望留回這個歌名的情況下 舒文就說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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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問自己是否這樣痛過才會成長呢 我媽媽離開的時候 特別是當她臨離開的時候 在醫院病床的時候 家人離開這是一個很痛的事情 如果你說肉體上的痛 就是04年的時候被人肩膀打劫那件事 那一刻真的痛得很厲害 因為肩膀打得頭骨都裂開了 所以那個痛是甚麼呢 就是痛到不知道痛 我當有個傷口那樣 其實那個傷口可能以後依然留在這裡 那個疤痕 傷口的疤痕依然都會留在這裡 但它已經不會再痛了 所以其實有很多東西是 你痛過之後 你看到一些東西你會記得 但是你已經過了 所以每個人成長的路程是必經的一件事 我簽了現在新公司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都是打算開演唱會 但那時正正是疫情開始的時候 那時甚至乎去到 已經整個演唱會的歌都想了 衣服都買了 始終你投資方都有一個考慮的時候 我又不會強求 不會太刻意去逼一些事情發生 所以大家一起去共渡這個時間 因為過去的七年裏面我都是唱唱歌的歌 現在這兩首歌我很喜歡 上一首歌是很講述我自己在娛樂圈的心態 這一首歌很講述我自己在人生的心態 如果再有機會開演唱會 我覺得這兩首歌都會成為演唱會的主題曲 詞曲 李宗盛